因为他去年上任的时候 大家都期待 他可以带给国民党新的气氛 就是包含这个 刚刚大家讲的对中路线部分 还有包含刚刚惠朱议员讲的 其实你在这个立场上面 你就应该跟美国站在一起 去跟中国喊话 但为什么都没有 这个就是大家对江启臣 会失望的原因 不过江启臣很有趣 就是说他自己公布的民调 包含之前这个时代杂志的 次百大的人物 里面好像都把他再一次的强调说 他是中国国民党的救世主 类似这样子 然后自己的民调上面 也有六成多的满意 可是这跟实际的状况 看来是不一样 如果他真的有六成多的满意度 我相信朱立伦 连胜文 赵绍康 这些人都没出来 他们就直接闭嘴了 是不是 他就真的是大佬啊 他不是不只是大佬 他还是老大 对不对 所以没有嘛 所以他只好用这种民调 等一下佩芬姐说国民党民调他要讲啦 所以我们等一下请国民党的人 来讲一下他们的内部的民调 我光这样子客观的分析 就觉得这非常不可思议啦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大家都不满意他嘛 那你看刚刚他跟这个连胜文 真的是尴尬到几点 连胜文跟江启臣旁边的议员讲话 完全都落过江启臣 当作空气啦 对啊 那就是真的就是你讨厌一个人 我一定要讨厌到你知道为止这样子哦 所以我觉得过去他们应该是所谓的太子邦 因为他们都是二代嘛 所以就我所知道他们其实之前的感情非常非常好 那为什么会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江启臣绝对有做了不好的地方嘛 那刚刚讲的这个民调啦 虽然说刚刚慧珠姐说这个绿营内部的流传民调 对一般民众对国民党满意度还有三成 他觉得还蛮高的 但我觉得这有一点异议啦 为什么因为通常在野党 其实他应该要获得民众更多的支持 那为什么在野一年多以来 如果国民党真的比如包含萊猪公投 包含所有的罢免案 他们能够得到民心的话 我相信他的满意度绝对不会是三成 而且民众具体的表示 不满意度将近六成 就是说民众对于在野党的不满意 有六成多觉得国民党没有扮演好 甚至有五成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办公投只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声量 有六成的民众认为国民党办这个罢免立委 是造成社会对立 可是国民党还是继续干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 那另外刚刚有一个民调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江启臣自己认为他是所谓的 Kinmaker 但从这个民调上面看来 江启臣跟朱立伦一对一的状况底下 朱立伦的支持度有53.7 如果江启臣朱立伦跟韩国瑜 朱立伦的支持度也有53.5 江启臣只有19 韩国瑜只有12 那如果江启臣朱立伦跟联盛文比起来的话 这个朱立伦的支持度也有47.5 江启臣18.2 所以看来Kinmaker已经不用maker了 朱立伦就是那个King了 所以我不晓得江启臣还要在Kinmaker什么 所以他自己如果他担任党主席 国民党的表现获得人民的支持的话 我觉得这个民调明显就是假的 可是问题是这个民调上面 看起来朱立伦一直是那个King嘛 那为什么 可以讲啊 蓝白河他自己的操作就是失败嘛 怎么样的失败 第一个从民调上面看得出来 所有的蓝赢支持者其实不买单的 第二个在今天立法院的招委选举 这个柯文哲跟谁合作 柯文哲不是跟国民党合作耶 我觉得这都是打脸江启臣嘛 所以包含另外从这个 刚刚这个民调里面还看的 还有一个部分 可以看得出来江启臣其实是不只 传统的国民党支持者不支持他 包含国民党的年轻人也不支持他 他在20到29岁的支持者里面 只赢了韩国瑜 他在年轻人的支持 20到29岁的支持者里面 他只有获得10.2% 只赢了韩国瑜的3.9% 朱立伦有52.3% 连胜文有17.6% 连胜文过去跟柯文哲在参戏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是文艺少年 有没有 他那个照片这样子 文艺少年 他是被年轻人所指效的一个对象 但现在江启臣居然还输给连胜文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江启臣的这个 在党内的支持 或者是说他所有的表现 其实是让党内很不满的 尤其是他明天 是他就职一周年 他在就职一周年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他要把莱猪的联署 送到这个中选会里面去 这整个好像为了 你知道 好像他自己的政绩 对 好像是他自己的政绩 这70万的联署 这国民党的联署 好像都只为了江启臣一个人 过去国民党最喜欢用公投绑大选 但今年明明没有大选 所以现在是怎样 为了公投来绑 江启臣的这个党主席大选 所以我觉得 难怪江启臣会让所有的国民党 过去支持他的 或者是对他有期待的人失望 你在整个带领的过程当中 对中路线没有一个说明 之前有一个新的讲法 大家就说 我不满意你九二公司不谈 他马上就举起来了 对不对 那现在在队内包含莱猪的议题 包含这个联署的议题 你完全只是让民众感觉 不是民进党讲的 民众感觉你就是为了 声量而继续撑下去的 那如果国民党继续这样走下去 我觉得很难回到刚刚 这个惠珠议员所讲的 就是说 你很难让民众 对国民党有新的期待 你这么年轻的一个江启臣 所作所为只是为了顾自己 为了顾自己的未来 而不是让党有一个新的方向 然后带领台湾嘛 所以我觉得 如果继续这样恶意的搞公投 恶意的搞罢免下去 我觉得这个支持度 这个满意度会越来越低 不满意度一定会越来越高